医成有道学堂 从入门到职业 快速系统学中医 全国的广大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医成有道学堂 今天跟大家共享的课程呢 是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 我是今天的主讲教师 来自北京专澳大学的徐亚老师 首先下面呢 咱们看一个小短句 还讲啊 一天就是让玩游戏 能不能干点活啊 放呀 能不能让一下呀 一天就是让躺着 能不能干点活 行行行不行啊 我去给你做饭 吃啥 做什么饭呀 气都气饱了 不吃了 好 通过刚才的小短句 咱们知道 所说的气饱了 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经常会发生的 其 往往是说 人们在生气以后 往往会没有饥饿感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气饱了 那么具体到这种现象 它的发生 有没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呢 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给大家要讲的主题 就是我们相爱相杀的五行学说 五行学说呀 我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给大家来讲 首先介绍五行的概念及其他的归类 还有呢 就是五行学说 它的基本内容 最后呢 介绍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 在我们中医学当中 它是如何来使用的 首先第一 我们先来看五行 它的概念 以及它的形成 那么所谓五行 就是我们的木 火 土 金 水 这五种物质属性 及其它们的运动变化 其实这里头 首先第一个就是五 就是我们的木 火 土 金 水 其次呢 是行 行 其实就是运动变化 这是关于五行 这个哲学概念 其实五行这个概念 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那么其最初的形成 也是来自于自然界朴素的五财观 也就是看到了自然界 它的什么 木火土金水 这五种物质 渐渐的从这五种物质当中抽象提炼 最终概括出这五种事物 它的属性 就形成了我们的五行这个概念 所以说五行 它是木火土金水 五种物质的属性 以及它们的运动变化 其实是讲它们之间关系的 那么关于五行这个概念 咱们大家要知道 它是一个哲学的抽象概念 再有一个呢 要知道它的最初形成 是来自于自然界的五种物质 是由朴素的概念 升华抽蹄 最终形成的 那么下面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就要来讲 关于五行它的特性 那么五行的特性 首先第一就是木的特性 那么叫木曰曲直 这是上书红范当中 对于五行特性的一个概括 那么其原意是说 树木它的生长状态 呈现躯干它的躯直 向上向外伸展 这样的一个状态 最初就是看到了树木 这样的一个枝干躯直 向上向外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最终抽象 凡是具有生长生发 调达舒畅作用和性质的事物 就认为树木 这是由最初的原意 隐身 因此红范当中说 木曰曲直 这是木它的特性 是生长生发调达舒畅 那么第二叫火曰炎上 那么火的特性是炎上的 其实就是观察了 我们自然界当中的火 看到了这个火具有什么 温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火肯定是往上走 是不是 还有一个呢 看见火这个图片 咱们就有一种炙烤炙热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温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最终呢 隐身 把它抽象升华 认为凡是具有生热生腾 作用的事物和现象 认为就属火 所以称火于炎上 第三是土的特性 叫土源价色 其含义是说 土它具有播种 及收获农作物的作用 那么最终呢 从我们的土地这样的一个作用上 隐身 凡是具有 承载 生化 授纳作用的事物和现象 我们称之为叫土 并且呢 称土能载四行 也就是说 其他的五行当中的其他的四行 都有土所载 并且呢 土又是万物之木 咱们知道 那么大地孕育了我们自然的一切 所以是万物之母 并且呢 万物土终生 而万物土终灭 所以才称之为叫什么 土宰四行 这是关于土的特性 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关于金 那么金的特性叫金曰丛格 丛啊 代表是丛顺的意思 格呢 这是变格的意思 金曰丛格 是说金 它具有顺从变格 刚柔相继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最终呢 隐身 凡事 具有沉降 肃杀 还有变格收敛特性的 这些作用的事物和现象 我们称之为叫金 第五是水的特性 叫水曰润下 那么看到自然界 它的水 具有什么滋润万物 并且呢 水往低处流 这样的一个滋润下行的特点 所以引申为 凡事具有含粮滋润下行 必藏作用 性质的这个事物 认为呢 它属于水 这是关于我们的五行 它的特性 分别是 木曰曲直 火曰沿上 土原架色 金曰丛格 而水曰润下 那么五行 从自然界五种 五才当中 把它抽屉 升华 形成了 对五种事物 它的属性的一种概括 因此啊 咱们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就进行了一个五行的归属 那么下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关于五行属性 它的归属 首先 咱们要介绍 它的方法 五行的归属 使用的方法呢 一个就是 直接的取向笔类的方法 那么所谓取向 大家注意 就是从事物的形象 它所表现的形态 作用啊 性质当中 来找出 能够反映这个事物本质的特有的真相 就叫取向 而取向的过程 就类似于漫画家 漫画的创作过程 大家分别来看下面的三个图片 三个图片 大家看是照片吗 你肯定摇头 不是照片 这是漫画 漫画 但是 虽然不是照片 但通过我们看漫画 哎 一眼就能看出 它代表的是哪个人物 比如说第一张 咱们一看 冯小刚 长得真够难看的 第二张图片 这个陪伴了咱们春晚多少年了 是吧 赵本山 典型的蓝帽子 还有六加一的这样的一个姿势 嗯 最后一个 大家一看 哦 我们的影帝 谁呀 给呦 啊 这三个人物 大家看 不是照片 是漫画家的创作 但是 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其实也就是漫画家 抓住了 这个事物 这个人物 他的形象 在所固有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才创作出 这样的一个漫画 而对于我们大家来讲 一眼就能找出 因为 他的漫画过程当中 找出了其特有的真相 能够反映他的本质 那么第二步 我们就要进行比类了 那么所谓比类 就是 以五行各自的抽象的属性 也就是用他的特性为基准 把某类事物 他所具有的真相 与之相比 以确定他的五行归属 就叫比类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种方法 叫取向比类 根据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咱们就把世间的一些事物 就归类到五行当中去了 比如 给大家举例子 就是关于我们 五脏跟五行的配属 就是一个取向比类 五脏与五行的配属 比如说我们的肝 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输卸调达的功能 稍后咱们脏象当中 会给大家讲五脏它的功能 肝具有输卸调达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啊 它取向的话 跟谁一样 跟我们五行当中 木的生发调达的特性比较类似 因此我们就把肝 归属于奶类 归属于木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心 它有主血脉 主神的作用 而我们的火 它有温热生腾的特性 这跟我们的心阳 强大的温序作用 比较类似 所以呢 我们的心 取向比类 就归于火这一行 那么皮 它的功能 具有蕴化水骨功能 其蕴化水骨 化成精微 为气血生化之源 因此呢 它跟土的承载 生化授纳的特性 类似 我们归纳为皮属土 那么最后 肺气主速降功能 它跟金的沉降 肃杀的特性类似 因此 我们的肺 归属于金 这一行 那么肾 在中医当中 具有 避藏人体精气 并且有 煮水液的功能 所以说 类似于水的滋润下行 及避藏的功能 因此我们说 肾属水 这个方法 就是运用的 取向比类 把我们的五脏 配属到五行当中 这是第一种 这个归类方法 叫取向比类的归类方法 那么第二种 归类方法 是间接的推演的方法 也就是说 直接找不着关系 咱们就开始 间接的进行推导了 那么这个推导呢 就是根据已知的 某些事物 它的五行的属性 来进行推演 归纳其相关的一些事物 那么从而呢 来确定这一类事物 它的五行归属 比如 咱们这里头举例子 是说 我们刚才通过 直接取向比类 知道了 肝 它属于木 我们又知道 肝的系统联系当中 它 败合于胆 在体合金 齐滑在肘 开窍于木 所以我们推测 其中的胆呀 金 还有肘 积木 也都属于木 那么其余 我们的五行归属呢 与此类推 就建立了我们的五行归属表 其中 我们的肝属木 是大前提 而肝 它的系统联系 比如说 肝 胆 还有呢 再替合金 七花再找 开窍于木 这是小前提 这里头我们说 用公式来表示的话 就是 一直到 A 属于B 那么又知道 A等于C 由此推测出 什么 C也属于B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根据这样呢 依据五行学说 依据各自的特性 对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 就进行了归类 从而呢 就建立了我们五行属性的归属表 这是关于五行属性 它的归类方法 主要有两个 一个呢 采用直接的取向笔类的方法 第二个呢 采用了间接的推演的方法 其实是一种逻辑关系的 一种逻辑的方法进行的推演 这样呢 就形成了我们的五行归类 这里头给大家举例来说一下 这个间接推演 刚才咱们举例子了 说干属木 干载体和金 开窍于木 所以金和木就属木 同样的道理 新属火 新载体和脉 开窍于蛇 所以我们的脉和蛇也属火 另外 脾属土 脾在体和肌肉 开窍于口 所以肉和口也属土 而肺属筋 肺在体和皮 开窍于鼻 所以皮鼻也属筋 那么肾属水 肾在体和骨 开窍于耳 因此骨和耳也属于水 通过这样的一个间接推演 以及前面的直接的取向比类 这两种方法下就形成了我们的五行归属 好 那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关于五行属性的归类表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表 其中间是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这个顺序 那么其左侧是自然界 那么自然界当中 它概括了 像五位五色五化五气五方 即五技 那么右侧呢 是人体 概括了我们的五脏五腑 五官形体 五智即五生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看 它的左侧 首先第一个是五位 那么五位是酸苦肝心弦 分别对应着木窝土金水 那么五位这样的一个理论 这个酸苦肝心弦将来呢 运用到中医临床 其实也就是我们自然界当中的中药 有酸苦肝心弦这五位的中药 将来呢归属到五行当中 分别入我们人体的五脏 这是关于五位 你比如说像咱们酸味的中药 一般都入肝 比如我们典型的像白勺 其次是五色 五色呢就涉及到了我们的青 赤 黄 白 黑 那么自然界当中还有这五色的一些食品 将来呢在运用的时候 它会对于我们的五脏具有一个补益 比如咱们现在市场上常卖的像黑五类 像黑豆啊黑芝麻呀 还有那个黑米 这类呢价钱一般比普通的米要贵 原因就在于其具有什么补肾的作用 运用的就是我们这个五行归属 那么其次就是我们的五化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长化收藏 代表了我们的植物 它在不同的季节它的生长状态的变化 正好呢也和五行当中的木火土金水能合上 其五方也是东南中西北 最后是五季 其实就是春夏长夏秋冬 分别呢跟我们的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来配 主要呢也和这个季节我们生物的生长状态有关 比如大家都知道春天欣欣向荣万物复苏 是吧 类似于我们木它的生发调打这样的一个特性 这是关于我们的自然界与五行的配属 那么人体与五行的配属呢 刚才咱们在前述介绍咱们的五行归属方法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通过直接的取向笔类根据藏它的功能和我们的五行它的特性拟合在一起 所以归入到五行而它的五福五官五体五智因为它和干构成了系统联系 因此通过间接的推演的方法也归到了木火土金水 这是关于我们的五行归属这个表 这个表啊记起来呢我告诉大家个技巧 咱们记记住啊五行学了中医就不要说金木水和土了 一定要按照木火土金水的顺序来记 按这个顺序来记的话 咱们大家呢竖着一列一列记 这样呢熟了一般都没有问题 这是学习这个表咱们的主要方法 左侧一般没有问题了 关键是右侧关于人体这一部分 其实这一部分等后期我给大家讲完了中医的脏象理论 你呢就对于这个表就非常熟悉了 这个表呢可能我们稍后会反复的多次来用 大家呢要把它记在心里 上述就给大家呢把我们五行它的基本的概念 主要呢就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属性及其运动变化 才叫五行 第二个呢要清楚关于五行它的特性 记住它是从五财的基础上升华抽屉概括出来的 也就是上述红范给大家概括的叫 木曰取植火曰炎上土云架色金曰从隔 既然有了五个标准 那么我们就采用了直接取向笔类及间接的推演 这两种方法就把我们自然界以及我们人体各种事物和现象 进行了一个五行的归类 这一节我们暂时就介绍到这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